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开车出门已经成为生活常态 但是大多数人在考驾照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辛苦 有时候尝试很多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因为现在考驾照确实越来越难考了 但是在国外,某只小狗居然花费了短短八个礼拜的时间就学会了开车 也成为世界上首知会开车的狗 很多网友看了之后都感慨万分 据了解,这只小狗来自于新西兰 花了八个星期的时间就掌握了基本的驾驶技能 当它坐在被改装过的迷你中,状态看上去非常不错 应该是觉得特别兴奋 所以很多网友看到这幅画面之后都觉得自己没拿到驾照有些不好意思 甚至毫不留情地吐槽到,这就是典型的人不如狗系列 这只狗狗所驾驶的车都经过特殊设计 不管是座椅、方向盘还是档位都是如此 所以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就连安全带也经过重新改装 让狗狗可以舒服地坐在座椅上 当狗狗启动车子之后,脸上露出了一种比较兴奋的神情 而且车子行进得特别稳 并没有出现横冲直撞或者其他的小事故 要比我们预想中的好太多了 就算是到了转弯的路口,狗狗的爪子抓住方向盘慢慢向右移动 车子就开始在跑道上转起来 看到狗狗这样熟练的操作 大家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通过驾照考试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呢 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网友感慨 看到这番场景感觉自己有被冒犯到 这是逼自己承认不如狗狗吗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